好 再来关心的议题就是云林地区因为超抽地下水地层持续下陷 连带使得高铁位在当地的一座墩柱 角度变化已经超出了警戒值 虽然目前对安全还没有明显的危害 但是台湾高铁很关切这个现象 呼吁政府赶快处理地层下陷的问题 高铁跟云林台78线交汇处的这一座墩柱 外表看起来没什么变化 但因为地层下陷的关系 墩柱的角度变化已经达到15分之1.067 超过几届值 不过幸好还低于安全值15分之4.5 这一座墩柱下方的地层 去年总共下陷了6.5公分 索性蹲住机庄的范围内只下沉了0.4公分 还低于警戒值 主管机关高铁局也强调 目前高铁行车绝对还是安全无余的状况 不过云林地区地层下陷的问题必须要赶紧去解决 事实上水利署已经规划今年要在云林封一千口的地下水井舒缓地层下陷 但攸关到农民灌溉用水引起很大的反弹 在农民权益跟高铁安全之间如何求取平衡 成了中央跟地方的大难题 记者林正午庄志成王威雄综合报道